228连加第二天持续受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清晨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富贵角下探9度 而在宜兰太平山今天清晨温度甚至掉到了0度 不但树梢出现了雾松连木栈板也都结冰 而在国道方面今天上午的及时路况 在国道1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 另外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中头道雾风系统 都一度出现了紫磅时速不到20公里 宜兰太平山上一片雾蒙蒙 廉价第二天清晨温度调到直升零度 不止树梢之夜出现雾松 观景大平台跟木栈板上也都结冰了 一早7点钟园区就涌现排队人潮 等着要搭上泵泵车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26号清晨本岛平地最低温在新北市富贵角下探到9度 气象局也一度针对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包含新北桃源等地气温可能骤降到10度左右 而基隆台北苗栗等甚至有10度以下的低温 3月1号也就是说星期三的晚上开始 又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下来 北部跟宜兰地区的这个低温 大概会是在14到15度左右 白天的高温也只有18到18度 17 18度到20度左右 一波波冷空气来袭 民众连驾出门也得特别留意路况 因为早上国道部分路段的及时路况又出现紫爆了 包含国一南向湖口服务区到竹北 以及国三南向中头到雾峰 时速一度都不到20公里 高工局预估下午开始将会以北返车潮为主 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 以及国三的关西之大西 大约从下午3点4点后 会有北返的车潮涌现 国一北向的西罗之浦岩系统 国一北向的南屯之后 离国三北向的竹山之中心 草存之乌峰 大约从下午4点后 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 连驾第二天民众出游 做好保暖上路之前 也记得避开用色路段 至于宜兰台北综合播导